I never made it But I know what it takes I'm motivated By a mix of emotion Got my statement And I'm reading it slow So I can understand it Fully appreciate my standing go Out of this world 我們現在在中場休息 開始補給 其實這個步道飛應該不用二十分鐘就走完 但是因為它有拖住 所以走上去其實是走上來 小涼亭 在這邊做一個補給 補一下 準備工地 Yeah Hi 我是小葉 今天要帶大家來新埔的文山步道 聽說這個步道耗資了一千萬重整 我們來走走看這個耗資一千萬重整的新步道會是怎麼樣子呢 Let's go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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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車的部分可以停在棕油旁邊的停車場 然後這邊有一個土地公 從土地公旁邊這條路往裡面走 就可以通往文山步道 然後這個文山步道聽說有三個入口 這個是其中的一個 現在天氣非常好 我們現在走到了這個文山國小前面 這個路口就是位在文山國小這邊的入口 我們從文山入口 文山國小旁邊的路走進去 這邊 這邊有一條路 從這邊走進去 入口位在文山國小 文山國小旁邊的路上 這是往上是文山國小 那我們要去步道的話 要往下走 然後從旁邊走 看旁邊這條路 這邊其實也有 這邊其實也有 一個說明 好 暗山好看 Let's go in 欸唷 好舒服喔 那那個如果看見 從文山國小這邊走進來 蠻多 農庫在賣青菜的 然後繼續往這條小路前進去 然後繼續往這條小路前進去 兩個同伴 YA 趁著好天氣 一起來步道散步走走 他們還帶了香蕉跟玉米 然後登山旅遊必備兩步 喔 到了到了 我們現在走到這邊 就可以看到這邊有個入口 這邊往上就是浩資一千萬修整的文山步道 我們來看看 往上走 YA 看到告示牌了 很新的指示標 文山步道 然後這是柿子吧 這是步道的指引 然後我們現在到 在步道的起點 到時候要上去梨頭山的三角點 然後再走下來 然後步道的起點 是從這邊上去 看起來路還蠻平寒的 應該那種柴果車都很方便上去 我們要準備上去文山步道囉 剛剛有一個阿伯跟我們說 就是如果我們走 從這個文山國小 單點走上去其實還蠻快的 但是如果要從遠東坊之那邊 下來的路就會比較陡 那今天時間比較沒有那麼夠 我們就單點來回 走走看吧 Let's go 走走走 沿著步道往上走 今天天氣特別好 也蠻多人來這裡的南山的 我們沿著步道往上走 今天遊客還蠻多的 天氣非常好 走起來就非常非常舒服 風景很美 風景很美 享受山林的美景 可以穿短袖 小朋友 浩子一千萬 我們走在浩子一千萬 今天穿 彩虹畫出來走 浩子一千萬走不到 第一個轉彎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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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舒服耶 天氣好 看老婆 現在走了大概一分鐘吧 差不多一分鐘 這走起來有點像我們去雲夢山丘的上坡路 也有點像鳳崎隧道的某一段 不是鳳崎隧道 是鳳崎步道 第一個標示點 三百米 很清楚耶 不錯不錯 這個一千萬的管是有認真 今天天氣真的太好了 今天天氣真的太好了 走上來就是已經流汗 外套已經脫掉了 我們現在走到第一個 看台 第一個看台區 這邊的標示都很清楚耶 就是 三百公尺三百公尺就會有一個標示 不過這個看台 目前好像雜草蟲生的有點多 所以看不到什麼風景 我們繼續往前走 從看台這邊走過來 從看台這邊走過來 欸 步道了耶 哇 就整得很漂亮 很美的 步道 明石路 我們現在走在第一個 步道上 走過了水泥路之後上來的一個 十階的步道 很平穩 而且很漂亮 前面應該有看到照片 很漂亮 真的修整得 很美 就是很融入這種氛圍 十階路 天氣好好走一走 其實心情特別舒服 尤其在那個新年的開端 好美喔 好美好 超美的 5百公尺 5百公尺喔 就往前走 5百公尺喔 去往前走 5百公尺喔 去往前走 繼續往前走 還有小涼瓶 然後接下來 600米了 大概平均是300米就會有一個標示 真的很清楚 然後等於在上坡 上坡了 8米烤 1米烤 3米烤 3米烤 1米烤 2米烤 整體很有規劃 從水泥然後到石子路 然後到這個階梯 哇這個view也很美耶 往右邊走是離頭山三角點 然後我們剛剛是從步道起點來的 我們要準備繼續往前走囉 Let's go 第一個告順 我們繼續往前面走 我們往離頭山山頂的方向走 後面還有遊客 我們現在往這個方向 旁邊都是樹林 然後今天還有一點風 今天上還有一點風 真的很舒服 好像步道你看從 開始變色 變紅色 從黑色變紅色 算是每一個都有小心思在裡面 整個景觀的設計 真的還蠻不錯的 很用心 希望這個步道可以維持久一點 不要太快被破壞 我們繼續往前走囉 我們繼續往前走囉 這是紅木吧 紅色木頭的步道 中國一個橋 然後文山國小 現在文山國小這個出口是封起來 但是還在整件當中 但是還在整件當中 所以如果等文山國小那邊改造好的話 應該文山國小這邊也可以再走進來啦 我們繼續往上走 其實我們本來是要從文山國小那邊進來 還好我昨天有看到其他youtuber拍片 然後有特別說就是文山國小那邊在做針盾 所以我們就從 嗯 步道起點這邊走進來 沒有擺走 那如果大家想要來走文山步道的話 可以先搜尋一下 最近的一些google評論啊 或一些youtuber的分享 會比較知道說 文山國小的那個 登山口層的時候會完成 我們現在中場休息開始補給 其實這個步道非常短啦 嗯 我們原則上走上去應該不用二十分鐘就走完 對 但是因為它有脫度 所以走上去其實 走上來其實是會流汗的 你看我們其實就有點流汗 然後我們現在有帶玉米跟香蕉 然後準備在這邊有一個小涼亭 小涼亭 在這邊做一個補給 補一下 補一下水分 然後我們就準備 登上去梨頭山的山頂的 準備攻頂 Yeah 攻頂 ing 繼續往上 剛剛我們就是在下面的那個涼亭 休息 我們剛剛在步道起點的時候有遇到一個大哥 然後那個大哥已經迅速的上山又下山了 所以這個步道真的很快也很短 那我們平常其實有在跑步吧 這步道對我們來講應該可以做為練跑的一個參考 那步道整體來講其實就是非常好走平穩 可是它目前還沒有任何 反光指示標的設計啊 然後也沒有一些夜間照明的燈 所以如果晚上的部分還是不大適合 比較推薦是白天 然後光線很好的情況再來走 那也非常適合就是小朋友啊 或者是有點體力的老人家 或者是有點體力的老人家 寬比較緩 現在就是持續上坡 所以有點喘 好 四百米 四百米 嫩嗎 然後繼續往下 好喜歡這個步道的感覺 長度適中 然後道路平穩 風景平沛 尤其是搭配今天的天氣 太棒了 看到了看到了 看到這次高點了 很快耶 所以大概 大概才五百米 真的很短耶 這是幼幼班的步道 五百米 哇 哇 感覺可以看到整個新埔的 對新埔的風景 很美喔 哇 哇哇哇哇哇哇 好讚喔 哇哇 花日九ée間天氣超好 文山 помог 然後這邊有一些介绍 大家可以看到 新竹高鐵站啊 生云原區 里头山西 好山湘 哇 很推薦大家一天要來這個湖道 這邊是第四湖的外景台 的位置 這是山腳亭 然後走在一個地方 走來的湖道 這邊有個雕屑 這邊就是外景台 然後往右邊這邊走 可以到寶石山 山段庭 你們來看看宮頂吧 休息一下 我們現在準備下山了 從剛剛有上去梨頭山的山頂 然後現在準備下山 然後去我們剛剛評測的地方 然後走回原路 其實它這邊還有另外一條路 可以繞到遠東紡織廠後面 可是那一邊聽說是還沒有整修好 然後砂石路比較多 那我們今天就是先走這一段 新整治的文山步道 那非常推薦大家 這其實對我們來講 其實它算是一個幼幼般的步道 就是非常適合小朋友啊老人家 然後步道又很工整 又不會很長 它總共大概才五百 五百引出頭而已 那如果說就是 吃飽飯啊 午後想要逛逛走走 運動一下 然後散步健行一下的話 新普的這個文山步道 非常非常推薦你們 你看像這種年紀大的老人家 其實都還蠻多人來的 OK 那今天文山步道 就推薦給你們囉 OK 那最後當然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請幫我按讚分享 或者是追蹤我 按下小鈴鐺 那下一次如果我有新商議的影片 會第一手通知你喔 掰掰